这是一部将暗恋演绎到极致的电影 也是一部证明了男女之间不存在纯友谊的故事 1988年7月15日 英国爱丁堡的凌晨 一群学生刚刚结束了三年的美好大学时光 每个人脸上都写着不舍 他们用各自的方式 向昔日的好友做着最后的告别 安妮也想对暗恋的德克斯说出身脉已久的话 可还没有等他开口 德克斯就坦言要送安妮回家 安妮会心的默许了 就这样 他们躺在了一张床上 可这一夜除了讲故事 什么也没有发生 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两人约定在每年的7月15日 都要见上一面 即便没有相恋 友情也足以让他们彼此挂面 在之后的岁月里 两人以有人知己的真分时去时散 彼此分享着人生的苦辣酸甜和各种感悟 第二个7月15日 安妮搬到了伦敦 来完成关于写作的追梦之旅 德克斯则要去印度 寻求无拘无数的人生意义 临走时 德克斯还不忘鼓励安妮将作品寄给她 还要给她写信 安妮很开心 似乎德克斯期待着与她联系 第三个7月15日到来 这一年 安妮并没有活成想象中的样子 为了生计在一家餐厅打工 身怀远大包袱的她 却一直由于餐桌与餐盘之间 每日机械式的工作 不断地消磨着她的心 下班后 她打给了远在印度的德克斯 抱怨着在伦敦生活的苦难 而德克斯安慰安妮好事多么 耐心的折服等待成风 给生活一点容忍 给自己一点耐心 说完她就挂断了电话 安妮沉默之下 还是对着话筒说了句 第四个7月15日 德克斯来到伦敦探望安妮 这时的她 已经成了名副骑士的花花公子 当着安妮的面 和别人搭讪调情 安妮看着这一幕 感到十分不慎 但由于自己朋友的身份 无法上前阻止 只能小声抱怨几句 此时的安妮 依然没有找到方向 在小餐馆里虚度光阴 她试着远离德克斯 因为现在的她 根本没有勇气站在她的身边 德克斯亲吻安妮的额头 将她搂入怀中安慰 在她眼里 安妮是自己最好的朋友 且才华横溢 她劝说安妮重拾信心 为了释放她心中压抑的情绪 德克斯制定了一场两人一周游 在第五个7月15日 两人踏上了海边度假的旅程 为了不破坏两人的友谊 安妮约法三章 分房睡 不调情 他们来到海边游泳 德克斯帮安妮擦防晒霜 这一幕的两人 看起来像是热恋中的情侣 安妮的脸上 情不自禁地露出了笑容 他们在海边晒日光雨 在房间嬉戏打闹 在酒馆中畅聊人生 酒后的安妮承认了 一直暗恋德克斯的事情 而德克斯只是平静地回应了安妮 天渐渐暗了下来 两人在海边漫步 静静的海风吹着微醺的二人 德克斯一时兴起跳进水中 犹豫不觉的安妮 在她的鼓动下也跳了下去 两人在水中嬉戏 德克斯的眼神也逐渐微妙 直到这一刻 她才说出了心里话 安妮游如冷水泼头 微笑的眼神内心的湿润 或许德克斯还没准备好告白 或许她的风流已经入骨 无可救药 回去后 躺在一起的两人 还是什么都没有 友情之上 恋人未满的距离 把控得刚刚好 又是一年7月15 德克斯成了一名晚间当的主持人 过着纸醉惊迷的生活 她醉惊惊地给安妮打电话 说着晚安 但总是以这种方式挂断电话 安妮心中总是有难以言喻的感觉 德克斯也非常痛苦 她的酒后置电 并不是为了晚安二字 有些话 只是她没有勇气说出口 1994年的7月15 德克斯的母亲身患绝症 她匆匆地赶回家中 看望母亲 母亲看到她的那一刻 眼中透露着失望 她希望德克斯的生活回归正轨 回去的路上 父亲没收了她的车 警告她不要用这份宿醉的模样 回来看望母亲 她带着无法言喻的挫败赶给安妮 致电 此时她唯一能倾诉的对象 只有安妮 可她还是晚了一步 这一晚的安妮和约会对象在雨中狂奔 他们确立了恋爱关系 安妮没有接到德克斯的电话 这是德克斯第一次没有收到安妮的回忆 她失落地拿着话筒自言自语 一晃又是一年 与男友同居一年的安妮 总是会在晚上观看德克斯的节目 望着熟悉的面孔 远在天边又近在眼前 96年的7月15日 德克斯和安妮相约在一个酒吧见面 这是三年来两人的首次相见 吃饭中 安妮感觉德克斯变了 她每十分钟来往一次厕所 还用傲慢的语气挖苦安妮的工作 被羞辱的安妮当场愤然离去 德克斯追上去想要解释 却引爆了安妮积攒在内心三年的不满 安妮哭着抱怨自己的生活 和不爱的人在一起 为了琐碎的生活操劳着 她就像是被困在繁荣中的囚徒 而德克斯却也不复往日 成了这副模样 临走之时 安妮抱住了德克斯 可德克斯还没能理解这句 我爱你的含义 此后的四年里 两人没有再见过彼此 这段时间的安妮 过着自己的生活 重新拾起了作家的身份 与男友的同居 也在一场给德克斯 写情诗的争吵中落幕 与此同时 32岁的德克斯 也被电视台解雇 一无所有的她 用尽了最后的美 追求上了一名富家女 她也不知道 这是不是爱情 但此时的她 只想草率地过完一生 2000年的7月15日 四年未见的 两人在同学的婚礼上相遇 远远地看着德克斯 跟女友亲吻的一幕 安妮的心中 还会莫名失落 两人像老友一样的聊天 德克斯退去了傲慢与浮夸 安妮也穿上气袍 美艳动人 他们深情相忘 但都没提及爱情 德克斯拿出自己的婚礼请帖 安妮也献上了 祝福的拥抱 看到德克斯重回正宫 安妮开心到落泪 这么多年 这么多人经过安妮的生活 可是偏偏看起来 好像最应该是过客的德克斯 在她心中 占据了这么重的地位 一年后 德克斯成为了一名父亲 为了挣钱养家 她在同学开的餐馆里干粗活 生活归于平静 但很快乐 一家三口 看起来幸福到了极点 可妻子的出轨 却让这个家支离破碎 短短两年 婚姻就结束了 岁月如梭 此时的德克斯人到中年 头上也多出了些许白发 她坐着火车 看望安妮 安妮也剪去长发 岁月似乎错过了什么 德克斯抚摸着安妮的头发 眼中似乎有小说的话 安妮却说出 自己有了男友 是一名钢琴家 德克斯十分嫉妒 像孩子一样大发雷霆 看到钢琴家 和安妮约会的那一刻 她沉默地选择了离开 失魂落魄的心 再也无处安放 直到这一刻 她才感受到了 安妮曾经看她 与其他女孩约会时的心碎 在与男友约会的音乐会上 安妮不住地发呆 似乎平静的外表下 已经下定了决心 这一次如果再错过 就再也没有相遇的机会了 那萦绕心头多年的情感 牵引着她奔向了 这场迟到了16年的爱情 终于开花结果 一年后 他们结婚 两年后 他们依旧沉浸在幸福的婚姻中 爱情充斥着 他们生活中的每一天 2005年的7月15日 两人开始计划着要一个孩子 然而年近40的两人 没能成功地将他们的爱情结果 2006年7月15日 这是宁静的一天 两人计划下班后 相约去看电影 一起吃饭 然后再为生孩子努力 安妮骑着车经过一个小巷 期待着与德克斯的见面 迷一流之际 他的眼睛里全都是对德克斯的不说 只可惜他再也没有计划 对心爱之人诉说甜言蜜语 这场跨越18年的爱情 以这种残忍的方式结束了 安妮离开之后 心如死灰的德克斯 失去了对生活的意志 不尽鼓励他要勇敢面对生活 就像安妮还在身边一样 可这一切哪有那么简单 但回想起母亲离世后 父亲孤身一人度过十年时光 他似乎明白了什么 有些人你终其一生都不会忘记 他始终活在你的心里 时间来到2009年的7月15日 德克斯在咖啡店遇到了安妮的前任 他看着对方美满的家庭 思绪回到了初识安妮的那晚 德克斯被安妮从床上叫醒 两人一同去爬山 伴着满山青草 欲远方风景 德克斯喜欢上了这个傻傻的女孩 两人想继续昨天没有做完的事 于是愉快地奔向公寓 带着爱情独有的无拘无束 带着青春独有的波澜起伏 可在拐角 两人碰上了德克斯的父母 于是计划没有成功 安妮打完招呼后 失落离开 此时的两人还没有留下联系方式 难道这场感情就要这样结束 这时德克斯追了过来 询问安妮的号码 故作镇定的安妮 一口气将自己所有的电话写了下来 包括父母的家庭地址 四目相对的两人 献上了最浪漫的音乐 爱情始于这一天 也永恒于这一天 这一切就像是一场 横跨了二十年的梦境 我们会再次见一遍 我知道我们会 再见 Dex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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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